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回到健仔菜物頻道 我是波仔 來年星期三,法谷有9場夜晚賽事 記住,開跑時間是6時45分 而這次用谷操A跑道 上年的同期 以及上一次的A跑道 場地偏慢一點 所以可以蓋一下 不過 短途時間 我猜是比較來疊前置的馬匹為主 也是路程的偏差 而這次的頭場 51,000米 我選那匹首選 應該可以跟前一點走 就是7號的王家魅力 回到上一場 他跑谷操1000的賽事編段 這場賽事 晚上那隻隨我來 沿途都走一疊 另外一串Q的喜賓騰 其實在彎位 先偷出來一疊 結果頂上外面被枯的王家魅力 三匹的前置馬當中 王家魅力稍微虧了彎位 這次就用蘇紹輝 而這一匹的王家魅力 以往配合蘇紹輝 跑四次 拿到三個第二 一個第三 都挺熟馬性的 回到後 其實匹馬都持續撲上 而王家魅力上一場 其實是季內初出 相對喜賓騰 以及隨我來 他輸了一點熱身的比對 所以這場 排的檔位也不差 有權四檔 已經比內側的馬匹快了 加恩喜劍騎 金剛秀 走行軍天 他那種前速 沒煮過太快 看看王家魅力有沒有機會 先搶籃走 這隻 未開齋未出頭的馬 相信戰意也十分濃厚 而另外6號 走行軍天 雖然上一場 好像跑到適合 回來跑到第三 但其實 帶大家看一看 這場是07-08總場次 貼爛放頭就是走行軍天 拍著一起放的就是 引引腳 引引腳 跑完這場之後就贏馬 步速方面 雖然表面上不太快 但是前戰馬當中 走行軍天 其實回到最後50米 才僅僅被天王巨星 和敬王子蓋過 他也拋了引引腳 以後引引腳 在1000裡面贏馬的姿態來看 走行軍天的表現 上場就算不頑 你少擔心他這次要換配備 但我相信是因為鬆落1000 向好的方面 如果你買QT 經常都要遇著這匹馬 因為他都是二位難贏的馬匹 但你QT選 不選他 就要稍為蝕出 另外第三選 選到四號馬 喜斌騰 曼門偉達也一手操練 我們可以看看神操紀錄 看到蓮馬斯 埋滿到蓮摩兩課 其實再之前都是他一手操練 這類的轉倉馬 我相信都非常想和他交代 深無旁無 繼續等一千上陣 用巴套剛剛騎連合作 就有一隻明星輝贏馬 看看是否加強在物業期 加強合作 而另外十有金剛獸 他也是出自上一場 116 即是和喜斌騰王家魅力的賽事裡跑的 剛才看前面那幾匹 他們都是前置 而金剛獸組段立腳一點 整組的後上馬裡 這隻金剛獸都算修復幾多失地 似乎這匹七歲馬 熱身了兩場後開始有走勢 上一場沒端 22秒12 全場最快之下 跑回第五 這場繼續有個內蕩幫手 又是了 三四重彩的冷腳 我都包回他 波仔頭上選了7號王家魅力 6號走王軍天 4號喜斌騰 和一號馬金剛獸 看完深水之後 就看看賠率 現在熱門就是3.6倍王家魅力 我們在選擇基本排位表裡看到 如果在右上角 右上角看到賠率 不妨可以按進去 按進去之後 按進去之後 剛才的四選很快 Winplay 哈拉祖的四匹黃色馬 就已經告訴你 他的獨贏位置盤 拉落一點 上面那行當然是連贏位 4打6 那就是 喜斌騰 搭王軍天的17倍 喜斌騰 搭王家魅力 大Q 3.2倍 紅色框住 就是你所選擇的馬匹 連贏位置 可以方便大家 看到自己的深水馬匹 一瞭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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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